星星的约定截止到今日已经停播58天了 每周一问星星的约定复播了吗 今天的答案还是一样 众所周知10月经过一波综艺停播延期之后 芒果台的综艺节目已经堆积如山 到了尽可能争取档期的节奏了 截止到这周已经有三档新综艺开播和定档了 包括再见爱人2我们的滚烫人生2打完仔的夜2 昨日乐队的海边也刚刚宣布定档 每周五中午时间在网络TV播出 播出来的仙导片长达一个小时 但之前星星的约定所在的周五晚间黄金档 现在已经更换成11月11日起播放一个古装历史剧 11月8日新加坡电视台原定计划要播出的新约也没有如期出现 12月份过后周五黄金档又要开始播出时光音乐会的第二季 这么看来星星的约定这次是彻底失去了 2022年周五黄金档的档期了 爆料者也刚刚透露星约被再一次送上去等待审批了 这会再看看相关部门能否给通行吧 看来这是又被剪辑加工了一次的节奏呀 之前网友们都为星星的约定可以上星 两台双播而高兴 但是如今看来上星的节目要顾及的方方面面实在是太多了 播出时长也被严格控制 现在只求它能在网络播出我们就知足了 在此每日一问我们终究还能等到星约吗 没有人知道答案跟星星无数次的许愿 但星星们却总是忽近忽远让我们无法释怀啊 等一档综艺怎么这么难 星星的约定不能播其实也没关系了 因为王心灵今日就要启程返回内地了 我们可以期待一下甜心教主接下来 会有什么新节目带给大家惊喜吧 这几日浪姐三的姐姐们也都非常的活跃呢 11月8日阿娇阿萨和于文文搞了个小聚会 兰蔻的艺术展上薛凯奇 王子玄和朱洁静也都是美美的相聚了呢 姐姐们的状态都是非常的好 瞬间把人拉回到浪姐三这个充满回忆的夏天 心灵这次回来姐妹们的各种小聚会快快搞起来吧 前几日武锦炎参加湖南台精英节的时候 路过当时浪姐三姐姐们住过的宿舍 也忍不住的拍照发给好姐妹们分享了呢 我是刚刚飞机落地 然后车把我们带到了圣觉飞丝 我看到那一排宿舍的时候 马上拍了视频 然后给姐姐们分享你知道吗 没想到这么快就能看到我们曾经住过的宿舍 就很亲切 我心动表白手伺伴 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makesoret cal Punta Click Click Custom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